哈嘞 我们得找一机会 合作呀 因为之前说实话也是听着我们 我自在长大的孩子 原来我一个一直都特别想合作的一个梦吧 哦 好紧张啊 周胜的二专 第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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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来自带的套 走吧 我不听 走了 拜 新年快乐 麦克风 最尴尬的能唱我 我不理Flag了 后半节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我还就是会好好的做儿子 不过B站更新 真的不要催我 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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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羞恥 最近那一乐坛最火的歌手是谁呢 无疑就是周深了 一把绝妙的嗓音瞬间 周深就把全国的观众给征服了 不论是大晚会 还是小晚会 总是少不了周深现唱的身影 就连电视剧 电影的主题插曲 你都可以看到周深 有时候就会恍惚 究竟是周深太火了 还是内娱的乐坛太少人了 能唱的也就那么几个 现在的偶像流量 基本都是一唱跳出道 最后投身演戏圈 能坚持好好唱歌的 确实没有几个人了 周深能在内娱爆火 肯定也是因为他自身的音乐天赋 是金子总会发光 他的唱歌和音乐才华 也吸引了不少的粉丝 但周深在成为歌星之前 其实他也是一个追星男孩 总是幻想着能和偶像们见一面 当然以周深现在的身份 他的追星梦想可以说 已经完全的实现了 他也如愿以偿的见上了 他的女神周迅和他的男神胡哥 还为周迅和胡哥出演的电视剧 现唱了主题曲 用周深的话来说 能够追星偶像成功 一定得让自己先变得优秀 他还总结了追星的心得 那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 才是追星的正确打开方式 所以各位追星的男孩女孩们 你们gay到周深的追星方法了吗 想要见到超级偶像 不是靠做白日梦 也不是靠网上做数据 或者和别的粉丝掐架 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 更加的优秀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偶像 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不过周深追星也闹出了不少的糗事 还尴尬的踩到了男神胡哥的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都说您是许愿天花板 因为喜欢的 啊 因为我所有的偶像 我都有追到他们 让人自己越来越好 这才是追星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其实啊 有一次周深和胡哥 参加了同一个大型晚会 在晚会开始之前呢 艺人们一般都会进行彩排 周深也是非常幸运的 在那次彩排中和他胡哥一起 看到偶像近在眼前 周深也是十分的激动和紧张 一不小心就踩到了胡哥的脚 周深也只能哈哈大笑 来缓解尴尬的气氛 一直还有一个小鸭 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准确的 追到的一个心 是胡哥老师 对 我跟他最近的距离 是我们之间有个大晚会 就是我们一起排练之类的 我跟他最近的距离 就是踩到了他的鞋 但唱了胡哥演的剧的ost 45度唱了他演的剧 但是舍得有点多 这个四都不太够舍的 就是希望自己继续努 好 所以你下一次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周深的尴尬 不过这也是周深第一次 这么尴尬的追星了 在周深第一次的有机会 见到女神周迅的时候 他瞬间化身了小谜底 什么很喜欢你啊 看过你很多的电影啊 喜欢你很久很久哦 周深向周迅表达喜欢的话语 滔滔不绝 整一个粉丝头子 没有很开心 因为突然就想起了自己 跟迅姐录了这个节目 突然开始开心 对不起 对呀 你还上了热搜 是吗 为什么他来自己拆搜 走吧 我这次带了麦克 哈哈哈 听完周深的彩虹屁 周迅当然也是十分的开心 还拉着周深一起合影 谁知道那次大合影 周深站的位置有点尴尬 正好是C位 可把周深一顿吓到了 明明这是周迅的主场啊 看到周深追星迥势 真的是有点搞笑了 不过周深的追星经历也告诉了我们 想要见到梦寐以求的偶像 必须得自己先优秀 好